我覺得在那裏十一、二年就很開心 為甚麼呢?做了很多事情 譬如我將那些 因為它是NGO,它跟足了政府的架構 很簡單,我有一次跟一位房署的年輕人聊過 你知道你管的屋邨有多少級人數嗎? 我數給它聽,是十一級的 因為政府的晉升機會 它一定要這樣才有晉升機會 我將它的架構全部改組 其實將它們的工資 如果有做HR的同學知道 我拉闊它,做一個中心 好的,我會給它高一點 入職的,我會給它低一點,但它可以跳級 所以就不用那麼多層 亦是精簡了很多人數 當時我擔心 管理的屋邨出租會虧本 所以我第一件事 就叫同事計算數 你的屋邨虧本 如果在私人機構來說 管理和收租都入不夫之的話 根本在私人機構來說 這項生意就已經結束了 不能商量了 所以也叫他們去計算這些數 給一些所謂 我在地鐵學到的財務上管理 或者是MBA學到的 謝謝 所以大家都很著意 變成每個同事 都馬上知道自己的目標在哪裡 就是那種看法 我們除了提供優質服務之外 我們的效益也要視乎 我們在這方面 做了很多架構的重組 員工的積極性 例如說 我亦有一個組織構 做一些訓練 亦要開始發展一些 即將地鐵公司那一套 就搬到房間 對 搬到房間 發覺同事很受落 但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由另一間大公司 有一個很好的制度 有一個架構 我們想把它再搬到B公司 架構搬到了 那個模式搬到了 但怎樣去動員當中的員工 其實有部份是組織構造 你亦開始做一些 效果承認 我亦是 其實做的工作 考慮也很重要 為甚麼呢 你的工作考慮 你寫明 我期望這個同事 在這個崗位 他負責這些 所謂的KPI 即是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是否達到 就變成大家很公平公開公正 還有就是 用完這些系統 他們的積極性就大了 因為 有時候 雖然初初 可能有些同事 就不太接受這套 當然有些抗拒 有些官房態度 但有時候 你亦都用一些 我想起一個 幽默感的方法 怎樣呢 不是因為這樣 而是說 說出來也很好笑的 我就是用這個 做一個 反面教材 即是我們的同事 都會久不久坐下 有個座談會 會談的 那我有一天去到 即是 我也相信 有管理人 在走路 不是在說話 只會說 我去到一個屋邨 辦事署的門口 辦事署的門口 有一個門 就是用 鋁質金屬做的 門柄 剛好那個屋邨是西斜的 如果到下午去 那個門柄 吸收了所有太陽能 便會拉手 居然我便會看到 到時到後 有個教授走出來 很優勢 好像別人去換旗 那些膠袋 那樣 就做過那些貼 就連一個牌子在那裡 小心門柄 燙手 我說 燙手為何你不換了它 是 每天都要找個教授來 充分就業 不一定有工作 我便跟同事說 真的要改變了 就像劉德華說 今時今日的態度 不行了 那些同事便醒來 對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們看得太多 例如看著那個東西 看得久 好像看不到 以及集以為常 集以為常 其實這些小小的情節 大家拿出來分享 那些同事之刻 到現在的房協 還有一個每年的員工 週年大會 都有員工的 叫做 Good Suggestions 即是提議有什麼 改善屋邨的大獎 大家要競爭 那時候開始 人們就想起他們發明 他說 不要了 我們叫所有屋邨的同事 有什麼可以改善的 就提交上來 現在同事就叫他們做 然後就評審 誰最好 給他們一個獎 這些事情就是 你日常生活 不是開會 只要走去看 以及跟他們分享 就是這個原因 我想問問 其實到現在可以 界定一下什麼叫VMV 到現在還未很清晰地解釋 V第一個叫Vision 我們可以叫願景 第二個M就是Mission 或者叫使命 第三個是Core Value 即是價值 我自己這麼想 如果我放進去防協 在那個年代的世界 基本上是很官方的 很多東西其實就是抄襲 政府的一些架構 回來 你怎麼能夠帶到那些朋友 在那段時間去想 什麼叫願景呢 其實我覺得是挺困難的 你在地鐵可能比較簡單 因為他們商業模式 那時候是怎麼做的 有時候要等於 為什麼你要去補習呢 是 就是父親家教育 你兒子不聽 多數不聽 多數不聽 那就找補習先生 是 我們找一些叫做 挺好的訓練協調 哦 沒有幫他賣廣告 知道 有一間 其中一間 我們就叫了一些比較高級的同事 經理級 去到會展 那麼 他沒有告訴我 那個程序是怎樣的 突然間 他就叫那些 就是幫忙的那些服務員 就說 你把窗簾都捉了 我說 把窗簾都捉了 放電影嗎 但是沒有電影機的 那麼 他就來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那個是會展 之前有海景 有山景 是 那 他問了一個問題 那 你們 現在告訴我 你覺得 扯旗山 即是那個 太平山 即是那個 太平山 在哪裡來 你找一隻手指定那個位置 你就不要動了 不要出貓 然後又這樣開了個簾 每個人就這樣指 那指完之後 那個手定了 就定了 一拉開出來 你會發現那些 同事一個指在這裡 一個指在那裡 一個指在那裡 一個指在這裡 那。。。 Vision 是要向你的公司 將來你想做什麼 大家是同一個目標進發 如果你們每個人都在那裏 一個指在那邊 一個指在那裡 一個指在那裡 那公司是沒有辦法移動的 那些同事開始就潛移默化 覺得 沒錯,我們需要一個這些 自從有人說 是的,我們需要更多溝通 就是这样去形成的 我觉得反而是很难的 因为很多人做一做一做 忘了自己来做什么 他们就打算上班 究竟在那个年代 你怎样将整个 譬如房协去和他想一个 或者跟他们夹手一夹 想一个所谓的使命出来 当然你也顺手问 就是他的价值 现在很多人就像教书 你问他每天做一做一做的时候 他就来教书 他忘了为什么要来教书 教书要带出什么的价值观念 那时候这件事是难不难的 其实房协就好一点 简单一点 它是供应的 是受资助的房屋 但是受资助的房屋 不是说我给你 因为别人接受你也要 与尊重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 优质的房屋 品质的房屋 给我们所谓屋邨的居民 其实这个 你要很多解释 要去解释什么叫做优质的服务 优质的品质的房屋 如何去做 这方面其实 甚至乎我走之前 帮他们想起来 那个长者安居乐的计划 现在正在玩的了 有两个实例 其实他们想起来很周到的 譬如说 那些主食炉 一定不要用明火 是 一定要用电池炉 就是这么久 都不会跌倒的 用受众的角度去想法 另外 譬如 那个洗澡房 一定有这些 这么暖的射灯 老人家的洗澡 就不会冷掉了 还有一个门 是两边可以开的 就算在里面暈倒了 就算在林浴的间 就是说 他要推轮椅进去的时候 如何呢 那个门也可以接得起 让轮椅推进去 很多这些细节 都是要想起来 这些就是 那个由心出发就是这样 就是说 那些同事知道了 是要做一个优质 什么叫优质 就是叫他们自己定义 因为每一个工作崗位 是不同的优质服务 这些是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呢 你跟着反过来 我认为 我认为 因为那个薪水平均很吸引 我可以把它移动来移动 我的薪水平均 是广了很多 是吧 那你变成了 就是说 他做得好 他不是说 我每年就交你百分之几人工 而是说他可以跳的 所以就是在这些 很多方面要集成 亦是同事要买入 现在吸一吸地传下去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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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